2022年开年至今,依然多部烂片诞生,比如《青面修罗》都半仅4.2分,这部号称是耗资2.2亿的大制作武侠奇幻电影一上映,就让观众明白了什么叫大投资烂片里的天花板。 2017年级台设完成,不知道为何,积压了5年才上线沦为妄大。 冯绍峰、胡军、金晨担任主演、香港著名导演李仁港亲自掌镜,再加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许情换脸风波,这部《青面修罗》在网络上线之后迅速吸引了一大批慕名而来的观众。 只是大家看完之后,纷纷为自己花了6块冤枉钱感到不值。 其实《青面修罗》改编自高热度小说次局,援助非常精彩,环环相扣反转颇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改成电影之后就变成了山寨感十足的高达大战魔法师。 透露着浓浓的国产漫威范,这部电影的神奇剧情,冯绍峰饰演的《刺客奇军园》因为意外卷入了一场关于铜片的争夺战,为了保命不得不一路厮杀,最终成为天下第一刺客,更是揭露了这枚铜片背后的骗局。 虽然有原著作为支撑,但是整部电影看起来都莫名其妙,每个角色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了凸显这枚铜片的悬疑氛围,偏偏宛如集体降致,尤其是电影中的反派,感觉从头到尾都在用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给男女主角铺路。 还有片中的特效更是让人无力吐槽,宛如巴拉拉小魔仙般的变身特效,搭配金光闪闪的后期,真是又土又尴尬,不知道2.2亿的高投资都滑到哪里了。 可以说,这部片子从角色造型到主线故事都烂得让人发笑,让人忍不住疑惑冯绍峰,胡军为何要接这样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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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